菜园炒田鸡 菜园炒田鸡是广东的一道传统名菜 制作这道菜的主料是净田鸡250克 所需的辅料有蒜蓉0.5克 植物油适量 菜园250克 还需要有胡萝卜花 生蒜片 熟蒜片 姜片和草菇片 需要的调料有精盐5克 味精1.5克 白糖0.5克 干淀粉5克 另外还有湿淀粉5克 胡椒粉少许 少酒10克 芝麻油0.5克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菜的具体做法 把宰杀后的田鸡洗净 去脊骨 大腿骨 刘副山声 把田鸡改刀切块 放入容器中 将切好的田鸡块中 放入味精 盐 糖 胡椒粉 芝麻油 绍酒 生油和水淀粉拌匀 把炒锅上火 放入水 烧热后放入摘洗干净的菜园 再放入盐和味精焯水 把菜园焯透后捞出 将水沥净 炒锅上火 放入油 用旺火 把油烧热至四层热时 这个时候倒入将好的田鸡块 把田鸡块滑油 制熟 倒出空净鱼油 炒锅重新放至火上 再放少许的油 下入葱 下入葱姜和蒜片 草菇片 胡萝卜花片 及划好的田鸡块 随即烹入烧酒 再放入上汤 还有味精 糖 盐 水淀粉 胡椒粉 和芝麻油 把菜炒匀 把菜炒匀后 淋入明油 装入用菜远 围边的盘中 现在这道菜园炒田鸡 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在做这道菜的时候 要注意 田鸡块要用淀粉拌匀 另外菜园要单独煸炒至成熟 这道菜园炒田鸡的特点是 白绿香茧 味清肉爽 鲜美可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